YA 我們歡迎 深漢特別節目 YA 還好啦還可以啦 深漢委員的一個任務就是 他要想辦法組裝這個 虎年小提燈 以前你阿嬤有 帶你去看燈會嗎 有啊 這蠻複雜的 你知道他的複雜性嗎 你看說明書 其實我覺得蠻複雜的 加油 你這個新的會期有什麼 新期望 新希望 希望 我希望空外法可以通過 氣候法可以開始審查 還有 多通過一些對於這個 移工跟雇主 有利的法案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五有貼一篇就是 燃油機車的補貼落日前 又爆亮了 民眾就來熱心留言 給了很多建議 那小編統計總共 加起來竟然有七千個字 那委員有什麼想要回應的 這個原因其實 應該絕大多數我都有看 其實我覺得這是蠻有意義的討論 因為確實今天 電動車或者是 的政策 它其實並不是 好像 說 它也不該說 很簡單的說 然後禁止騎燃油機車 好像一四幾天就會全部換了電動車 因為它畢竟是需要一個比較完整的配套 然後 尤其是當然 最像大家考慮的 你的換電的環境 方便性 甚至車子好不好騎 這絕對都是大家會考慮的方向 那我們之所以 其實 有那個貼紋的原因是 但大方向我們還是希望 接下來 逐步的往電動車的政策去 去轉移 只是確實在這過程中 怎麼兼顧到一些 既有的 這個機車車主的權益 然後還有一定的方便性 我覺得這也都還需要 包括電動機車的業者 也包括政府 其實恐怕是需要給更多的配套 才能讓這個轉換的過程是順利的 因為確實國際現在 其實是往這個電動運距的方向運距 這是很平凡的事實 所以這段過程 其實是需要多了解大家的意見 才比較能夠知道 怎麼把這個轉換的過程 能夠真的進行的順利 那也能夠確保 該確保的權利 就要多了解更多的事實 您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看到 這個轉換的過程 在冷革的過程中 一些不足的 你不足的 那些不足 是你不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